講實在話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是 媽媽幫他報名的 直到有一天 他突然用蠟筆小心的口吻跟我們講話的時候 我才會發現說其實這樣蠻有趣的 仔細想的話其實對小朋友來說 能夠在這個時期 就能夠了解到說其實卡通上面的人物 不是真的自己在發聲的 然後背後有很多辛苦的配音員 來去幫他創造這些聲音的表情 其實對我來說是比較重要的一些體驗 更有趣的其實是他有這個機會去參觀 實際上的錄音室甚至是TVPS攝影棚 在這個時候的一些體驗其實很有幫助 其實我們一輩子都在試著表達自己 那我相信在表達自己的這個過程中 聲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今天媽媽讓我能夠有這個機會 來這邊看成果發表會 對我來說是很棒的父親節的禮物 而且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就是說 其實在場的所有的對付老師 好像都完全放入了真感情在待 有很多人也哭了 很多事情都不是那麼重要 但是大家用心去過了這五天 可能是這個暑假對他來說最好的回憶